那在這個案子裡面會涉及到兩個部分 一個是人體試驗管理辦法 所以首先第一個部分 我們今天已經派員到醫院 針對這個醫院到底有沒有 收治這樣的一個患者 有沒有執行相關這樣子的人體試驗手術 我們會進行查證 那如果有違反相關的規定的話 我們會移送給中央去做相關的一個處辦 那另外我們也會根據到 醫院去查破的相關資料 然後來針對這個病患 他所留下的一個聯繫的地址 或者是戶籍地址 如果是本市的民眾 我們會到現場去跟他做一個約談 去了解他張貼這個文章 他的目的是不是有涉及到 招攬醫療業務 涉及到醫療廣告的部分 那如果這個部分有涉及的話 會違反我們的醫療法84條 非醫療機構不能從事醫療廣告 那這個的罰則是5萬以上到25萬 我們也會了解說 他到底他從事 他所聲稱的這樣子的一個手術 到底是在哪一家醫院做的 因為根據昨天 紫色的這個醫院 也立即來做一個駁斥跟澄清 所以我們要去了解說 到底他是在我們國內的哪一家醫療機構 或是甚至是到國外 或是甚至有媒體有提到的 是不是密醫的這個行為 這個後續我們會根據所查詢 約詢到的資料 來進行後續的一個偵辦的一個作為